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榻休息 稍事休息之后 下官 韦伯王殿下准备了接风宴 只需要招待本王一人 本王自会下榻府里 奎州城是郡主的娘家 难得回来一趟 自然归心似箭 想回马府 就不必陪在本王身边了 这殿下对郡主宠爱有加不加掩饰 间谍之情 这是奎州百姓之福 下官之福 殿下 这一次应该也算是你 第一次正式来奎州城 奎州城外有一座山 叫狼寿山 因狼群而闻名 殿下爱战狼 或许 也愿意陪摘星 上山走走 本王这趟 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你要想走走 就自己去吧 伯王殿下 这边请 一起去看狼 我只能说 非常的诗情画意了 要是再一起去看条蛇 啃几只蝎子 完美 这郡主表达自己的情谊的方式 真是好清新脱俗啊 让小德好惭愧哦 笑吧 接着笑 现在 除了我俩同时爱狼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我与伯王还有什么共同爱好 你呀 就是太聪明 太理智了 忘了这波王 根本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 这男人 没有人会喜欢自己的女人 太聪明的 那男人 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啊 当然是女人味啊 你是说郡主 要在今晚的宴席上 现跳奎州城的王女之舞 对啊 这王女之舞 本来就是马家军 用来庆贺战胜之剑舞 不知道从何时起 这奎州城的女子 人人都会跳 这舞 渐渐成了奎州城 用来庆典 还有迎兵必看的一道风景 下官倒也听说 伯王殿下在前线大营中 也曾经让将士们 跳这支剑舞 来庆祝胜利 想必 殿下也是喜欢 这支舞背后的含义啊 李承主 你好好地想一想 郡主 可是奎州城的女儿 若咱们能让伯王 飞来跳这支 吉祥的王女之舞 伯王殿下 会有多开心 李承主的体察上夜 对啊 这个主意好啊 若由郡主亲自来 先跳此舞 那就代表我奎州城 全城都在祝福此行凯旋呢 那殿下一定会非常赏识 我的气质 好主意 怎么样 我这主意不错吧 你还真的是 无所不知啊 只可惜失算了一点 奎州城的女子 人人都跳得好 唯独我 你可是大将军之女 怎么跳不好 我的腿曾经受过伤 所以我爹 便从来不准我跳 马摘星 你仔细想想 这伯王可是战将 对这振奋人心的王女之舞 一定会另眼相待 若郡主 你能跳好此舞 让军心大振 祈求此行一切顺利的话 这伯王殿下 一定会对郡主的用心 动情至深的 郡主 郡主 现在还有些事 相信你郡主的聪颖 熟练此舞应该不难呢 若能练成意义非凡 不止博王高兴 也能宽慰我爹在天之灵 有劳城主了 不敢不敢 郡主请请